謝謝大家 在開始歡迎大家來聽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是異常不到的Jupyter用法 跟AI協助做出慢年的DevWall控制台 在開始之前,我先暫時我自己 我開始之前,我先暫時我自己 我是Ben,我是從香港來的一個客人的開發者 我現在是在台灣工作的 我做的研究裡面,我覺得最出名的 大概就是封鎖利用冷藏的控制套件 還有一個叫做Dueless的控制套件 這個套件最高的用戶人數是230萬 但現在沒了 我還拿過一個QTChampion的挑選 這個是給QT社群開發者的一個獎勵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躺著躺著 這位中餐的人,決心例子吧 很多年前,就在日本有一個Denser的節目 是看精緻的,我這裡面出現,做什麼呢? 我只是排隊賣個電腦啦 沒有出現什麼特別的事情 蘋果月報,一生就沒了 他說我兩個議員的新聞 那關我什麼事呢? 我只是跟他們同樣搬飛機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關我事的 這個很奇怪 還有就是 嘿,你是Foodstack的Dewater嗎? 那麼你要做Dewater吧? 喂喂喂,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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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一點問題 為什麼我開發者要找去Dewater 我要去找營運 這個不同的事情吧? 大概是 不是吧?我覺得 很多時候,當我說Dewater的時候 它的目的是有很多的practice 幫你把開發者跟營運的距離耐近一點 但現實是什麼呢? 有一邊的工作讓大附的增加 而我就是那個大附增加的人了 我真的是很不高興 有些人會說 喂,你有文件的話你就能做吧 Department跟營運的東西 不是按照流程去做嗎? 首先,文件就是一個大問題啦 你有文件,就算你有文件也是一個大問題 舉個例子就是 但是很多時候,我寫文檔會假定 看的人會懂一些智能 但是你不一定會有的 好像是,我們公司的人都是用Mac跟Linux的人 但是我們有些康復是用Windows的 他們不懂用Terminal的東西 會有這個機會 經常發生 我們文檔寫了幾個,他們說 我不懂用啊 那沒辦法,我們也不懂用Windows啊 其實是 還有,經常會說 這個step,你看哪個其他地方吧 喂,沒寫啊 那邊不是寫這個東西的 好不好 還有就是,他給一個指令給你 那個指令有個編數 編數哪裡找啊? 機子去找吧 然後就找個老闆店 才找到那個編數是什麼樣子 這是文檔的問題 還有就是,文檔是什麼時候寫啊? 做完所有事情以後才做的嗎? 文檔是最後最後做的事情嗎? 那麼寫出來的東西就是 從你的記憶裡面 copy出來的 有沒有那個東西,不好意思 都是錯的,很多時候我也是 最想發生是什麼? 文檔是,你不叫我做 我為什麼要做文檔呢? 然後那個文檔寫出來 以後他就很快就OD了 很多內容是不對了 然後你找你的好半天才說 不好意思啊,忘記了改啊 不好意思啊 對,經常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跟我說 我耐盡開發者跟影韵的距離 我覺得 我比較需要的事情是 把文檔跟現實的距離耐盡一點 怎麼辦呢? 這是一個理想 我想做一個事情 我想要一個文檔 那個文檔是一個 好像是Wiki的東西 我可以用帘子去找到 曬布的東西 為什麼要出來 然後最好的事情就是 在文檔裡面 如果有請示 要指令的話 我點字 我就可以執行這個東西 那就很酷了 還有就是 他可以幫我管理完整的變數 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用找半天 去找那個變數出來 最後還是要版本控制啦 我要點 感覺是 那麼如果 我們能做到這個事情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會有一個 營運的Wiki 還有一個營運的搜查 文博這個東西 然後 因為他能做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一個控制檔 但是跟我們平常說的 控制檔的概念 不太一樣 為什麼 真的有那麼好的東西嗎? 還真是有的 就是這個叫Jupyter的東西 Jupyter它是一個 柳欄氣酸跑的一個圓檢 它可以做文檢 偏情跟直行 三個東西都放在一起的 平常都是Machine Learning 跟AR這些塊的人 他們用最多是這些塊的東西 但其他方面 它還是 它也能用的 好像是學士啊 還有我現在說的Devlog 這些東西 你可以看 現在這個是 Jupyter的折圖 這個折圖是真的它介面 上面的利用是那個 這個 爪跑不去了 就是它的 用Markdown寫的東西 上面是 中間是Python的代碼 就是我寫了一個東西 它會顯示一個button 然後點字以後 它就會打印這個hello hello出來 這個是寂審的區域 這是編程的區域 它除了可以寫Python以外 其他語言也自亡 考上是salescript 因為我們做Devlog的時候寫 最多用的語言就是salescript Python也會用一點 但是salescript是最多的 它也自亡這個東西 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它儲存的找失 是jsof 你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網站 我剛才寫的東西 都在這裡顯示 所以你可以放在版本控制裡面 但是 它有一個不太好的地方 你看到右邊 它有一個execution card 還有一個model ID的東西 這兩塊東西 你每一次執行的話 它會改變 好像是execution card 你每跑一次 它就再一上去 還有那個model ID也會改變 這塊就是 對版本控制來說 是不太有聲 不太好的一個地方 但是還是能處理 麻煩一點 還是可以 我先做一個demo給你們看一看 稍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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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來拍拖 我來拍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顏色的代碼可以從左邊的這個網址裡面找到 但是那個代碼控制的不太好 不好意思 這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該門子代碼是 我之後再給你們吧 因為就是拿個代碼控制設定的問題 好 現在這個是Jupyter的一個demo Jupyter裡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就是遠走的是Jupyter Lookbook 還有就是Google它有自己在collab的東西 我現在跑的這個是Jupyter Lab 它在本地區跑的話它是跑的比較好的東西 因為它的樣子就算一個IDE的樣子 就做到的事情比較多 現在這個是一個withme 就是說明怎麼設定這個東西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就可以開這個東西 就是你有兩個輪路 一個是Jingle的CMS 還有一個就是One Book的東西 我當時有一個影韵的搜查 我點字以後就點字第一個東西 所以你就會說明就是這個One Book 做的事情是什麼東西 它在本地裡面就跑一個Jingle CMS 它在渣扣是這樣子的 它在這個demo裡面 我在Docker Compose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Jingle CMS 還有一個PGC Code 我就用這個One Book來控制這個東西 這裡的內容其實是一個markdown來的 我點字以後你就會看到那個代碼 我設計的One Book 通常第一個就是withme 然後這是一個叫Pset的東西 我點字 第一塊 這裡還是markdown 上面就是 這個是一個 這個配方 就是要做setting的東西 每次它會自己去跑的 因為我設定有Opto One這個東西 每次它會自己去跑做這個設定的事情 然後通常你在你的環境裡面 都會有這個development UAT跟production不同的environment 你要確定你要管理的是哪個東西 因為這個是 只是simulation的關係 所以其實它沒有意義的 就這塊 它就只是做個事情 它顯示一個UI給你 就去選擇你是什麼環境 現在叫development environment 然後叫chain 它這會 產生一個叫covid.environment的檔案 它是放在這裡的 就是一些設定的東西 現在是有什麼環境 還有密碼 那些東西 因為是本身的關係 這些密碼都沒有關係的 基本上是 所以我們要設定這個環境 我們就可以點進去 順便就是python 這代碼主要是UI的東西 然後我就要啟動這個東西 然後再點這個one 然後它就排一下 基本設定database的東西 已經做好了 現在我要建立一個super user 首先我要所有它的密碼 我再排這個情勢 它就給我打密碼 密碼就隨便就好了 本字的東西 好 然後它就跟我說 已經save了一個admin.pass的檔案裡面 上一步 跟著是 只是收入這個密碼 然後我要建立這個super user 在這裡 再排一個雜本 然後我點字 排之前它有確認 我是不是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要再點字一次 我剛才已經設定了這個user line 所以它現在就說不行 然後再啟動所有的東西吧 好,看看啟動了什麼東西 我 我持動了這個cms的資料庫 還有就是這個web的介面 然後它就會跟我說 好,所有的東西已經設定好了 我可以點字這個連字 去到那個網站 這個時候是這個網站 我已經登月了 我已經是登月了 我已經是登月了一次 所以它就不用再登月了 我忘記了要lock out這個事情 好 好 這是基本的設定 下一步就是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管理一個kubernetes 的caster 類型的話 你還需要做一個lock in 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你的lock in 就不太一樣 我只是 Dell用一個函數 幫我拿這個session ID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python的應用 點字 好 它就可以拿到一個lock in 的session ID 我就可以 然後我自己有個API 去管理一些事情 好像這個是 把所有的use 找出來的一個找本 好 它找到了 我現在就只有一個用戶 叫admin的東西 你可以加什麼東西 就看你們自己的需要 這是如果 還有就是 這個 裡面就是Database塊 Database塊 就看你們 最簡單的事情 就是 我現在看有什麼Database table 我照跑這個東西 就可以看到現在有什麼Database table 當然這樣是不行的 我還是要用 跑我們自己確定的sicle 所以你有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先開一個UI 哎呀打錯了 就打開一個UI 這你就會讓我 收入一個sicle statement 隨便打就可以了 然後三個sell 就是再執行這個sicle 我現在可以看到 我現在的系統裡面 只有一個用戶 我剛才的sicle 就是說 幫我把所有的user找出來 但是我的系統裡面 現在只有一個的user 所以這個 這個 另一個方法就是 把兩個step 放進一起 這個是Mef2的方法 執行 現在 點字這個confirm 它就跑所有的 資料庫的資料出來 還可以跑我剛才說的那個sicle 我沒有答錯 我沒有答錯吧 答錯了 真的 它就跑我出來了 兩個方法的差別只是 你把所有東西寫進去 還是分開不同的step來做 因為如果你把所有的step 放在同樣地方去做的話 它代碼就會比較複雜 你看到一個sell裡面的代碼 是比較穿 但是 之前的那個方法 它的代碼就比較簡單一點 就看你覺得 你想設定一個怎麼樣的 介面給用戶去使用 最終的事情就是 你做Jip台的介面 控制台的概念 其實跟你Iman的概念 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把門檔 跟這個輸入 可以分到不同的地方去 那麼你做這個UI的設計的時候 就可以做得很簡單 你不用做得太複雜 也可以做得到 好 這是demo就是這樣的 還有一個是keen up的 啊 我忘記了說一個事情 對 剛才說 因為我的local代碼 和裝的事情不多 但是我知道 在公司裡面 我的one book 還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用法 好像是diagnostic的東西 deployment的東西 雖然很多時候 deployment都是自動的 但又是靠負它 不討厭自動的deployment 它要我們確定 約定一個時間 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 所以我們要有 deployment的one book 還有migration的東西 對 這個migration的one book 一般來說只是用一次 但是我們可以留下來 給其他同事去參考 怎麼做這個migration的事情 還有精神 每年又做一次 SSL certification 更新 這個東西 還有麥塔瑩的東西都要做 但是我就沒有辦法掩飾了 這裡就 來到這裡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想問 大家 沒有的話我就說其他事情 做這個one book的話 那我有些建議 第一個事情 你一定要放在版本控制裡面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可以通過這個 poor request 去管理這個修改 也可以防止有錯誤的修改 每一次修改的時候 你有個review的process 你可以看解掉什麼東西 然後 有沒有不小心拿掉一些 重要的資料 因為你用google.com 有些時候 有人真的會不小心 改掉你的內容 你就很難找出來 但用poor request的話 就會比較好一點 還有這是我剛才說過 就是 參數的所有跟執行 分成不同的seal 進行的話 你的代碼會很簡單 然後的事情就是 在GPython裡面 python跟python的variable 是同一個member space 所以他們可以拿到 不同seal的內容 但如果你要把python的內容 丟到找本裡面執行的話 你最後還是用完整編數 這樣的話 就比較容易去管理這個事情 你可能會問 拿這個onebook放在哪裡呢 在Devon裡面 有一個叫做githoff的做法 他建議的事情就是 你的應用分成兩個 追上兩個不同的版本控制 一個是左邊這個application的reportage 這是你的主要的代碼 還有一個放完整的reportage 這裡放什麼 放參數 設定 穩檔 這些東西 每一次改變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標牌line 把你這個放到inmate的reportage 就是這個docker的inmate 然後當你要deploy的時候 這只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在deploy的時候 從這裡去拿這個參數 你就可以做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有一個事情就是 你不會想所有管理者去拿 或者是deployment的資訊 因為太多人知道的話 這個事情其實是不好的 我們想控制 不是只有管理的人才做這個事情 還有一個事情在githoff裡面 它有一個概念 叫做secret account 它做什麼呢 它會跟你說 你可以把密碼 API key 就是密密的東西 放到版本控制裡面 但是你要先加密 因為你要加密的話 你就可以控制 誰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不小心你的代碼 放到外面去 但是你沒有你的pivot key的話 其實它也拿不到那個資訊 為什麼這樣做呢 你可以做到一個叫single swap of trust 我打錯就single swap of true 不是trust 不是trust 不然是那個時代 昨天才做得好 我只要做一個單一的資訊的來源 因為我們評審做department的時候 經常就是 穩檔放其他地方 設定另一個地方 密碼又放另一個地方 我們放很多不同的地方 10分鐘 好 這塊不太好 這個很麻煩 如果你是放到同一個地方的話 它就比較簡單很多 在做這塊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第一個是stack chain的東西 就是stack outflow 背後的公司 它有一個叫backbox 這塊管理pgp 還有就是 某些人有一個叫sops的東西 要可以做這個事情 但是做這些東西 有些困難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你要使用gubitar 在gubitar裡面 它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pivot的pink 有些是能用 有些是不能用的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我現在不說這個事情 還有就是 salescope真的很難 很難啊這個東西 你說簡單的東西可以 但是複雜的時候很麻煩 舉個例子 這個是我靠回那個網絡 在這個網絡裡面 我要從這個vpn 連接一個sh host 再跑cuber的指令 連接裡面一個pok 我才可以跑sicle的指令 我要tel很多次的東西 作為pivot 說雜本的話 我們這樣子 這個叫heerbot的東西 把所有東西 都放到一個地方去 會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如果你不用這個東西的話 salescope就很麻煩 你要怎麼 double code跟single code 兩邊 交況去使用 才可以resort這個vpn 要不然就抓這個bassnet 現在只要你就用一個bassnet 但是你的找本複雜的話 四個到八個也有機會發生 就特別困難 還有就是cubernate 是不能用heerbot的 cubernate的指令 Docker都不可以 但pgc也可以 所以寫起來就很奇怪 不同地方要用不同的語法 但是真的要自己去寫嗎 我們現在有xgpd 是什麼我不用說了 但我們不研究怎麼寫這個 用來寫代碼 但是我們知道一個事情就是 其實xgpd要寫一個代碼 不能寫太複雜 它只能做一點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的one book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很多 但是美國不會太長 他們dependency也很低 我只會寫例子 因為時間不夠了 這件事很簡單的碰 就是跟他說 我要寫一個salescript 然後做什麼什麼事情的東西 就丟出來 然後他就寫給我 看起來是挺不錯的 我寫一次他就已經做到我想要的事情了 那麼再來複雜一點的東西 剛才寫的那個ui 可以嗎 我想他寫一個程式 寫IPI widget IPI widget 就是Jipyter裡面的土庫的library 然後我想他寫的是這個ui 一跟二三都是 最特別是四十個ui 剛才我說過 太方的pin有時是不能用的 有時是不能用的 那怎麼折去呢 就跟他說 在下面加一個display area 所有東西放進去 那就行了 這個sales就算出來了 不好意思 但是他經常會發瘋的 他突然間在跟我說 你要怎麼做 怎麼做 你不要跟我說那麼多好不好 直接給我吧 但是他寫錯了 結局他寫錯了 結局是萌老人家 為什麼是value加進去啊 好了 那麼你可以跟他說 你其實 你直接掉了一個err 其他就可以了 他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 他一定是down upset 然後跟你說 我用append standard output的一個函數 他是對的 他是對的 但是 他做出來沒有用 對他可以不用 結局也是對的 結局 就是方法不一定要 所以平常我們說就是 你用XGPT還是要debug 你還是要花時間debug 所以有一個好一點方法就是 你不要把所有的要求一次過給他 你用他step by step 他能跑以後 然後你再給不同的要求給他 好像這一個是 我再要他解的東西 另外一個好方法就是 你把完成以後的程式 照給他 讓他幫你解這個程式 你就可以寫 你的碰巧很簡單 剛才就說 只是我把剛才的程式調給他 再麻煩你幫我解這個sicle statement 原來這一個是挺好的 還有他說 他用了這個動作 他會跟你說 Headot 其實可以把Headot的結果 放在這個編數裡面 他會做這個演示給我看 這樣子的話就很簡單 我現在做這些Winboard的東西 我大部分都是調給XGPT 我自己都不思考怎麼出生 因為就比較快一點 但是他是有些缺點的 他是 好 五分鐘 謝謝 這一個事情就是 他跑Border的應用 他只能跑一個 結局設在Azure裡面 跟他說 把我的IP放進那個 Winlist裡面 讓我可以進去那個網路 結局要跑五分鐘 評審都要跑五分鐘 那麼 如果他只跑一個的話 我就死掉了 其他東西我不能做了 你可以跑Longboard的方法 Longboard就可以一次跑很多的應用 但他有個問題 你不能停止 你很難去停止一個 unborder的程式 因為他在飛行裡面去跑 那麼你要怎麼做呢 用Reset Kernel這個動作 把所有的程序殺掉 經常都要這樣子 整個不太好的一個地方 Kernel是 用來跑不同語言 在五跨的地方上是 知道明白 還有這個事情 要特別特別特別小心的就是 他有一個就是 One-all的指令 你看看右邊 你不需要跑One-all 你就死定了 你沒有setting 你沒有setting 這個行數沒有setting 你發現 你陰盒的東西都沒有了 雖然不會發生 因為有保護的 這不能說是 但是你要小心一點 謝謝 這個沒有時間延遲 大概是 如果你在跑一個很長的找本的時候 你的報索 從此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很有趣 就是 你要save的話 就是跑完以後 有safe的話 你再進去 你可以看到 但是你往往有safe的話 就看不到 對 但是動作它還在跑的 這有點奇怪 但是我沒有時間了 不好意思 這個不能演示 所以我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我就 怎麼解決呢 自己寫東西去解決吧 我寫了一個叫做IPY live bug的動作 它是用來跑save script的 它跑法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跑 這個動作 沒有live的話 就是它自己系統提供給你的動作 它有幾個動作 第一個事情就是 它有一個叫ask confirm的動作 就是 跑兩次 重要的 唯一審的指令 就是跑兩次 要confirm兩次 就是跑兩次 就是跑兩次 對 你跑這個save以後 然後它再問你一次 再做這個確認 你就不會 one order問題 就不會發生了 不會 還有 它會幫你 自動 自動支錄這個output 好像是 你沒有跑一個指令 你可以說 我放到一個檔案裡面 那麼你就可以 看到你做了什麼事情 以後 我做完以後 我也會把這個lockdown 給其他同事 讓它們確認 我有沒有做了什麼奇怪的東西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可以停止背景的情勢 就是剛才你忘記了save的話 但是你要報索重置的話 它可以找到這個東西 讓你停止這個東西 就 它不會發生那麼危險的事情 好 我想說的是差不多了 時間不夠 最後還要說就是 現在我公司在拼人 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過來 有興趣可以找我 特別就是 我們有貓的公司 我是有 對 對 那個貓是很襯人的 每天都會來找破愛的 對嗎 所以是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剛才演一次的 就是在路過的坑門去跑 這個坑或是 Jupiter的地方 在裡面 跑這個東西 在裡面 不會 Jupiter的東西 還是在本機裡面跑 有方法做的事情 比方說大家用Windows 可以 可以 用一個叫Jupiter Lite的東西 Jupiter Lite 哪個東西 可以在伺服器裡面跑 但是要小心一點就是 哪個密碼的東西 全都在裡面 會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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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Jupiter的東西 它可以很多不同的東西去跑 剛才叫人們 可不可以在 Resource Stereo Code裡面去跑 是可以的 基本上是 你用的找本 剛才說 用的找本 全都是可以在裡面跑 Otto One的哪個 好像是不行 Otto One的哪個噴音 但其他IPY 拉包 跟報銷的東西都可以 基本上 對 想問那個 版本控制的部分 而且它是用Git 對 因為它版本控制的時候 它應該會有很多 你剛才說 那個Heading 那種 那種 因為它每次到一跑 它就會變成 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自己去上台 另一個方法就是 寫一個 寫一個 寫一個script 就是每一次 Jupiter跑的時候 它自動把這些東西拿走 它可以做這個東西 在P-Safe的一個 Function Call 在P-Safe的時候 把這個東西 去掉就沒有了 我平常都是這樣做的 謝謝 好 然後就 時間關係 有沒有健康感應 最後一個問題 你有任何方法 把P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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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 空置有點困難 空置有點困難 你知道 它menu裡面 它有一個 Show All Club 還有High All Club的動作 你等一下自己喝它 就沒有了 OK 好的 謝謝前面 再一次一喝越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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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嗎 順利嗎 不太順利 是因為要用中文講的 這是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就是 時間控制有的問題 對對 剛才操作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操作不太順利 剛剛人太多 我有沒有想要起來 結果真的超級多 根本就進不來 對對 我沒有想到那麼多人過來 謝謝 你有主題嗎 今年有 你今年有 我會有 你會有共同嗎 做做 你做Talk嗎 對 Costco 我看 一行 對啊 對啊 因為 其實對啊 準備講題蠻費的 是不是 不是 這個DEMO是我們大家講的主要 真的 對 因為這個DEMO還有就是 等一下吃飯嗎 要 好啊 等一下再繞一下 看有沒有抓到一些人 好 這個是什麼啊 你的 筆記本 它是個筆記本 但是它可以 可以 可以 對我在想說 這個是可以墊高的嗎 對可以墊高 然後這邊就是Mousepad 哦 OK 應該是這樣 中間叫放文件 但是 上次就叫 沒什麼文件 我之前看你經常有一些 就是讓它墊高 對對對 這個挺好用 我覺得 真的